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 带来到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3月7号 这一期咱们闲扯一下 当下两会好像有很多委员 人大代表比较关心青年人 关于青年人的话题 最近也比较多 有专家就谈到了年轻人提前退休 当下有很多年轻人 都为提前退休做准备 自从疫情以后 由于经济没能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 顺速恢复 反而2023年 每个人都感觉到压力 预期不好 就业率低 失业率高 青年人就业率更低 低到统计局 曾经一度不公布青年人失业率 就知道它有多严重 那这些压力都是青年人在承受 实际上不同年龄的段的人 都在承受压力 但是显得青年人压力更大一点 因为他们毕业就失业 根本找不到工作 所以关于青年人的话题非常多 不有人开玩笑吗 说现在都是无房贷 无后贷 无车贷 就绝贷家人 这些什么丧无青年 什么只要没房贷 只要没车贷 只要不传宗接贷 然后耳机一贷 立马实现小康社会 等等这些段子 今天有个专家 好像是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说 这个当前年轻人提前退休 有这个想法 他很支持 说现在因为有个35岁就业现象 这个大家知道啊 到了35岁就是个分水里 你找工作就不太好找了 很多企业很多单位就开始嫌弃了 所以很多人呢 年轻人他就选择坦平 怎么坦平呢 在256岁 267岁的时候 拼命工作 拼命赚钱 攒钱 攒到35岁退休 就不找工作了 网上好像社交媒体上也有个女生啊 说自己的目标就是 到35岁攒300万 然后退休 这个专家说 他支持这个决定 他觉得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年轻人就应该这样 300万 你35岁退休 把300万存到银行 这个按一年三个点的利息 有的大额承担啊 能有三个点 或者二年几个点吧 总之 一年利息能有八九千块钱 对吧 这难道不香吗 专家的意思是 你有300万 然后存到银行 吃利息 35岁就可以实现退休了 所以在这里 我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第一个 就是现在年轻人呢 不结婚 不买房子 不生孩子 做绝代家人 这些是个人选择 这没什么好说的啊 不同的人呢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年龄段 都有不同的想法 你不能强求 你也不能说 这个就是不对的 这个就是错误的 当然也不能说 他这个就是对的 这是个人自主的选择 只是说年轻人 打算35岁退休 这个也没什么毛病 因为到了35岁 你不退休 也相当于退休了 你找不到工作啊 所以这些都没毛病 但是唯一有问题是什么呢 唯一有问题就是说 你要存300万退休 你只是这300万 保你退休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大错特错 现在我看了一下啊 这网上有很多up主 有很多专家 他是一味的为了迎合 这种情绪 实际上这是提供情绪价值 迎合这个青年人 因为现在大家压力都大 刚开始 这一小部分人 这么只是嘴上说一说 做什么355青年 绝代家人 35岁退休等等 但是随着说的人越来越多 对吧 有很多年轻人受这个影响呢 信以为真 慢慢的 这叫预言的自我实现嘛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 恐怕真的就持有这个观点 这个想法 做这个绝代家人 躺平 35岁 40岁就退休了 在这个过程中啊 有很多专家up主 对吧 等等啊 他们是为了流量 为了迎合这种思潮 说这种违心的话 就如这些专家说 哎 他赞成35岁退休 对吧 就不干了 躺平 你就看看他 他在干啥 他不是疯狂的割流量吗 还在想办法搞流量 搞完流量变现 但他是干啥呢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如果专家真的吃 也有这种观点 那他就应该 藏在那个中南山啊 对吧 在那修行去 或者是找个地方退休 不要说话 那不要搞流量 不要搞关注 不要卖书 更不要卖课 专家都这么努力啊 房子好几套 民生光环多的是 还这么努力 完了 你迎合这些年轻人 这种思潮 说这种话 这个和家头老师啊 跑到美国买房子 骂美国 本质战是一样的 在这里 我要纠正一个什么呢 就是纠正一个 你攒多少钱 养老都是不对的 不要有这个想法 但是你可以选择 一个生活方式 说我 我现在 我不想这么努力 我也不想结婚 等等 这个是你的 个人的意愿 没有问题 但是 你不要把你养老 寄托在 你攒一笔钱上面 现在啊 很多年轻人 压力大 在家啃老 但全职儿女 等等 这些想法 或者不工作 其实 这是社会发展的场 有这个想法 说明这个 国家经济 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你社会 一个容忍度 包容度 提高了 第二个 你这个社会的 最低保障 还是提高了 他不想工作 不想干活的人 他也能活下来 没有饿死 这个足以说明 整个社会的 最低的生活水平 还是提高了 还是有社会保障 你别管他 他爸给他钱 还是他从哪儿弄的钱 总之他没饿死 他还能在网上敲键盘 我想起来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一个老师 经常说的一句话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比较调皮 不好好上学 老师经常批评我们 说就你们这些人 还能在这上初中 无疑体现出来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所以说 网上有这么多年轻人 有这种想法 颓废吧 或者咱们叫颓废 或者叫安人现状 或者叫不思进去 放弃了嘛 躺平嘛 这个也体现了 社会是一种进步 一个是包容 第二个就是社会 还是物质得到了发展 像这种 咱们说颓废的 或者叫三无青年 四无青年 绝代家人 实际上发达国家也多 像日本 韩国 欧洲 不都差不多嘛 都是经历过这个时代 经历过这个过程 经济发展了 对吧 大家奇奇怪怪的想法就出来了 你要倒推 三十年 这个社会不能容许你躺平 就你躺平了 真的饿死 不是开玩笑的 对吧 不信你就试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那是甚至啊 再往前的更别提了 计划经济时代 你不可能躺平的 那时候 你的一言一行 对吧 你每天干什么 都是由组织决定 集体决定的 农民 有那个生产队的队长管 每天早上几点 在哪集合 今天干什么 跑哪块地 跑多少 明天干什么 挑哪个沟 挖哪个渠 你说我想躺平 没这一说 后来改革开放 哪有躺平呢 你躺平试试 那社会发展到现在 有这么多想法 年轻人有这想法 那说明社会在变化 所以扯这么多 什么意思呢 大家对这个网上 这个年轻人这些想法 不值得大金小怪 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产物 是正常现象 也谈不上对错 个人也个人的活法 这个社会发展到 荣署各种活法 都能活下来 都能共存 这就是社会进步的 一个标志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你想35岁退休 你靠你那300万存款 行不行 咱们说的是这个 你可以35岁退休 35岁就不工作了 但是你要考虑 你35岁以后怎么活 靠你300万 那个是有害的 不现实 30年前 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初 那个时候农村户 万元户 就是一年收入 能有一万块钱的 整个家庭收入 还不是一个人 万元户 在当地就是富人 不敢说富好吧 大家翻翻以前的 这个新闻 看一看 那时候的万元户 你攒个10万 20万的 那个时候如果你退休了 你把攒个几十万 对吧 你搁到现在 你从整个家庭收入 才一万块 你看看到现在 30年 那一万还值钱吗 就你现在攒300万 你才35岁 假设你活到80岁 那你还有45年的时间 这45年 你知道你那300万 会贬值成什么样吗 这个大家不用怀疑 一定是贬值 怎么让你贬值呢 实际上就是制造通胀 放水 我们每年啊 大家看央行的数据 增发货币多少 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我们只是说 这个钱在金融机构之间 流动 空转 并没有到社会上 因为咱们 所有抵押物 就是信贷 咱们没有办法 不支持 把那个钱 重复拿出来 他那个钱 怎么能白发下来 水是放的够多 还没有到 日常生活中 没有到这个尸体 本来这些钱 对应的是房地产 对吧 大家都去贷款买房子 但是 现在大家不买房子了 有人说要炒股 这个钱流到股市 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 流到股市 流到房市是合理的 因为韭菜的安接贷款 韭菜通过个人信用 安接贷款 可以把钱贷出来 是不是从银行去贷出来 把房子压给银行 你股市你怎么贷啊 这些钱呢 也没有流到消费品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 基本民生的价格控制的 还是比较死的 所以没有造成通胀 所以一大堆钱呢 在金融机构 就像那个 燕塞湖一样的 是悬河 但是这种情况 能坚持多长时间的 我觉得恐怕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恐怕未来几年啊 就要走这种通胀之路 这个通胀 它可以解决几个问题 虽然这个通胀 实际上对韭菜的财富 是一个喜结 就把那钱给稀释掉了 但是大家也知道啊 它是不得已而为之 肯定要这么干 因为它不这么干 它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我推测啊 未来几年 恐怕就是要通过这种 缓慢的制造通胀 来解决好的矛盾 我去举个例子吧 现在大家都觉得公务员的 对吧 有很多干部的 退休金太高 对吧 它两万三万 或者两万多 普通工人 三千四千 差了七八倍 那你说怎么办 这个养老金 对吧 这个社保 因为现在教的人少啊 退休的人越来越多 有可能这个养老金 已经不够了 出现亏空 大窟窿 那怎么办呢 有人说对吧 很简单 让那些发的高的 少发一点 把那些发的少的 给它补贴一点 就消风填谷嘛 实际上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阻力太大 这就像公司 因为你工资高 找你谈话 现在公司啊 效益不好 你工资高 能不能把你工资降一降 降一半 那你能愿意吗 你肯定不愿意啊 肯定有愿意啊 这个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你降低收入 这个阻力大 而且是针对特定人群 阻力更大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最好的办法是放水 稀释 你的退休金没降 你拿两万还是两万 但是你拿两万不值钱了 通过放水 通过制造通胀 让社保账户 钱越来越多 把那些发的少的 给它补上 大家能接受涨薪 不能接受降薪 你从这个逻辑出发 它制造通胀 这是解决办法之一 是可行办法 因为制造通胀 韭菜虽然知道 这个是稀释 抢劫了大家财富 但是大家都没有办法 因为你是被动的 不需要针究你同意 央行只管放钱就完了 实际上因为 它是大家一起被割 所以就无所谓 你不是割特定的人 反而足利小 只有通胀 才能解决很多债务问题 你看一通胀 很多资产就涨价了 那些房地产开发商 它手上的土地 房子 它就升值了 因为资产涨价 因为水放多了 这资产一涨价 负债并没有涨 这个咱们以前一直说的 就是房地产开发商 这一头的负债 它不会因为你水多了 它负债也涨 负债一点都不涨 水多了资产涨价 你发现开发商 它就不破产了 它活了 这种买单是谁呢 买单是全体老百姓 就是大家一起买单 有资产的占便宜 资产越多的占的便宜越大 没有资产的 你手上拿现金的 那你就 那个现金啊 就被稀释掉了 这个道理大家就懂了 实际上这30年来 一直是这么干 货币供应量 是不是在成倍的增长 中国只是说 控制的还比较厉害 就是电价水价煤气的价格 还有粮食价格 基本上它给你控制死了 所以说你吃饭这个 现在还没问题 没看见什么通胀 但是保不起以后 它叫制造通胀 目前趋势也能看出来 银行的利息越来越低 马上就会到 你全村子银行没有利息 咱就不说负利息了 日本就是负利息 负利息了很长时间 咱们不敢说负利息 至少利息恐怕约等于零 接近没有 所以专家说的 你存300万或者存500万养老 这个想法是很幼稚 这个和客舟求见 没什么区别 就不要有这个想法 大家别误解了 你该存钱存钱 但是你别想着 我存了钱 我以后就可以养老了 值得养老 这个想法是错误 该存存 不要有这个想法 它能保你后面40年 怎么可能呢 你现在涨300万 10年以后 你只要生产病 那300万根本就不够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了 你说我参加了各种 这个社保 这些都是有的 那可以 问题是你要参加社保 你35岁退休不了 你还得交 所以说这些专家 说话非常不负责任 要不你就买商业保险 那商业保险更贵 商业保险跟这个社保 比起来 信誉肯定要差一点 这个大家没意见吧 商业保险费用还高 完了这个保障的作用 到底有多少 这是要打个问号的 你不买也不行 对吧 你什么保险都没有 只有300万存款 那就会出现 像我说的那个情况 10年以后 你随便生个病 300万的不够花呀 但是我们说到现在 有人喜欢说 不行就润吧 这个怎么说呢 首先一个 大家要从大的方面看 对吧 14亿人 你能润的是多少人呢 顶多几十万嘛 百万的上不了吧 跟别谈千万 咱们14亿人呢 所以润的 永远是小部分 这是第一个 大部分是没有办法润的 各种各样的原因限制 第二个呢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润 对吧 尤其是那种找不到工作的 但是你又愿意吃苦的 我觉得润 是一个解决办法 你存300万 对吧 在中国靠着300万退休 不现实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 咱们以美国为例 你要在美国 涨300万退休 那还真行 美国也有通胀啊 它的通胀只有3%不到嘛 不是在控制嘛 这是第一个 它也有通胀 但是人家通胀率是3% 但是人家银行存款 是4% 5% 好歹你那个钱 存银行 它没贬值啊 你不要说吃利息了 利息跟通胀 抵消嘛 通胀是3% 利息4% 就差不多吧 但是你300万还是300万呢 就相当于没有贬值 因为相对来说 美元还比较稳定 是吧 所以说存300万 靠它的养老 说不定在美帝那还能实现 但是在国内这个不切实际 那有人就说 那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一直觉得啊 这个社会 尤其是中国人 甚至东亚人 没有躺平这一说啊 你看看你身边人 看看你的前辈 你的父母 哪有什么躺平啊 这个所谓的退休躺平 都是一个时期 对吧 一个阶段 人因为遇到一些不顺 或者是 对吧 有点气蕊 这是一个阶段的一个想法 不会不变的 过了一段时间 你恐怕又后悔 你有想法又变了 觉得还是要振作 我就举个例子吧 你说退休 胡锡老师退休了 对吧 他退休金一万多 他老伴估计也退休了 退休金也不少 这两人在北京有房 恐怕不止一套房 按理来说 他应该躺平啊 结果胡锡老师 还要抄股 还要写微博 对吧 这个 比他上班的时候 工作的人还忙 到处参加论坛 到处出差 他咋不躺平呢 还有这个 哈马南老师 对吧 在美国有房子 这是开玩笑的 七十多了 还不顾这么多人骂 千夫所指 对吧 还要赚流量的钱 他为啥不退休呢 如果说 举了这些例子啊 这些人都不着调 对吧 这些人是网红 那咱们再举别人吗 你比如李嘉诚 李嘉诚九十几了 还不退休啊 还在那指挥 他的这个善业帝国 长江十业 何济黄埔 你看他有退休的样子吗 这样的例子 比比皆是 这么有钱 他都不能退休 对吧 何况咱们 三百万还不没挣到吗 琢磨退休 对吧 总有一天 你恐怕你想法就变了 变了那个时候就会后悔 所以说啊 我们一直说啊 能够让你安身立命 穿越这个牛熊的 或者叫 让你走出低谷的 走出困境的 是你的才华 是你的能力 那三百万根本就不是 三百万很容易就被别人 以各种方式给他剥夺了 通胀稀释 那是比较隐蔽的方式 因为存在银行 然后万一银行倒闭了呢 到时候赔你五十万 各种可能都有 你那个三百万 是很容易被人剥夺的 巧取好多 但是你的才华 是别人剥夺不了的 他没有办法剥夺 永远是你的 这个才华说的比较虚啊 实际上 什么才华呢 我认为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在适应能力 适应这个社会的能力 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变化 你要适应社会 而不是社会适应你 你论吧 论到澳大利亚 那也是你适应那个社会啊 也不是让美国人适应你啊 这叫适应能力 是你要适应那个社会 你能适应澳大利亚 你能适应这个美国 你就应该能适应 现在这个社会 所以这个适应能力 是最重要的 不管到哪里 不管是大环境要适应 小环境也得适应 你找个工作 你到一个公司去 你就得适应那个环境 适应那个公司 你不能让公司适应你 你还没有强大的这种程度 现在社会上老说 什么00后啊 改造职场 改造什么 改造那个 那都是一种说法而已 那都是哄年轻人开心的 这么说有流量 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存在什么00后 就改变职场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适应能力 第二个就是 你的领悟能力 或者叫学习能力 活到老学到老 实际上你只有领悟能力 和学习能力 有这个作为支撑啊 你才能有适应能力 人要不同的 就是不停的就变化 树能活 不行就换一条赛道 不行就换一个职业 你有了适应能力 有了学习能力 实际上你做什么都可以 你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十几年前啊 这个大学生意毕业 最理想的工作 要么去外企 要么去这个大厂 腾讯阿里 华为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趋势 这个已经变了 首先进外企 这外企越来越少 把外资的分分撤离 以后恐怕撤得越多 然后进大厂 你看看现在阿里 腾讯华为这些 甚至字节跳动啊 日子也不好过啊 都在裁员 不停的裁 而且你现在进大厂 恐怕这个 你的工作寿命啊 越来越短 过去在大厂里面 还能干到四十岁 升不上去 那恐怕裁员的时候 就把你裁掉了 现在恐怕就三十五了 以后说不定三十 这重命越来越短 有人说考工 公务员 你看看第一个大趋势 是公务员一定会缩边 意味着就 你考业越来越难 第二个 公务员的待遇 工资 现在则是个问题 很多地方 拖你一年半年的 很正常 公务员现在压力 也越来越大 所以未来 你到了三十五岁 该怎么办呢 还得要自己去找 所以你得有这个 适应能力 有学习能力 能够改变自己 要勇于 要不停的尝试新事物 大家也看到趋势了 现在灵活就业的比例 是越来越高啊 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不是那种 正经的那种工作了 这么大厂上班 都是在灵活就业 网约车司机 外卖员 有很多本科 甚至研究生毕业的 这个不是偶然现象 这是个社会现象 所以未来 这也是个趋势 这就是我一直提倡的 你如果 又不愿意认出去 那你 第一个 你这个是社会保险 社保一定不能断 这个恐怕是你以后退休啊 或者以后 是你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障 无论这个通货膨胀多严重 无论这国家怎么样 经济怎么崩溃 但是你这要 你社保跟大家是一样的 那你至少跟大家 这最低标准是一样的 有一个保障 如果你实际有钱 就像那个专家说的 你把三百万村银行 你不如老老实 把你社保一保都交齐 我一直说 你这社保一保 幸运比你工行的 幸运越高吧 如果你说 我马上就准备润出去 交了也是败交 我以后也不在这 你在澳洲 那就另单别论 如果你就在这 对吧 准备在这过一辈子 我觉得 社保一保 一定不能断 断了你以后会后悔 但是你说 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我怎么能借钱交吧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情况 有钱 还是想办事把交上 这是第一个 这是最低保障 得给你保障上 而且一直要交到退休啊 不是交到三十五岁啊 第二个就是我说的 得适应社会 得不停地改变自己 让自己适应 要勇于尝试新鲜事物 活到老 学到老 这些能力啊 才是你以后 老有所欲的保障 老了 恐怕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所以这些专家 对吧 不要看他说什么 你要看他做什么 专家忽悠你买房的时候 他有没有买 他买了几套 专家忽悠你 存钱躺平的时候 他有没有躺平 专家说现在是大牛市 你问他有没有买 有没有贷款买 有没有加杠杆 既然后面是大牛市 你应该加杠杆啊 最后我再强调一下啊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道路 努力还是不努力 这是个人 一个阶段的一个想法 这个无可厚非啊 但是千万不要有那种 存钱 对吧 存多少钱 我以后就能 35岁退休 不要以这想法 第一个 大概率啊 中国人都是活到老 做到老 活到老 忙到老 就是没有退休的概念 第二个 对吧 你那个钱 保障不了你 不是说不让你存 是说你放弃 存了那个钱 你以后就有多大的保障 这种想法 好 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